James Wicke 所写的The New Case for Gold 预期黄金将会由今天1500美元的1盎司 会在短时间上升到1万至4万美元1盎司 如果立即熟悉了YouTube频道 你可能会坐过大师 他讨论黄金的理论是怎样 各位观众 今天是民众新闻台的时间 跟大家报导一下最新的黄金消息 葵青区有85岁的老婆 话说将32只假牙拔出来 用钳子拔出来 因为他觉得金戒已经升到很高 而这些假牙全部都是9999金做的 然后因为这样拔掉牙 失血过多于是需要送软治理 医生说这些行为非常不致 就劝告长者不要这样做 自小我都是梦想成为一个财经的主播 刚才我一沿着这个财经主播的梦 刚才大家的新闻不用太认真 今天想和大家说这本书是和黄金有关的 就是这本由James Wickers所写的 The New Case for Gold James Wickers是谁呢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专业投资者 他在华尔街工作了30年 曾经在美国国防部、中情局等工作 他可以说是一个insider 对华尔街金融世界、经济或货币的内幕都会很清楚 他预期黄金将会由今天1500美元的一盎司 会在短时间上升到10,000至4万美元一盎司 听到这样可能有些观众都觉得你都疯了 历史以来黄金最高都是去到1900美元 什么时候会去过10,000至4万美元一盎司 如果你立即想认识一本书或订阅YouTube频道 你可能会坐过了一个大师 他读得如何看黄金 他的理论是如何 在James的角度来说 其实黄金要升到10,000美元 退到4万美元一盎司是有一些条件要达成的 大家都知道1971年之后 其实我们的全世界已经脱离了根本位的制度了 其实我今天是一个法定货币制度 是用国家主权的信用来发行货币 至今已经48年的时间了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不会看黄金这个产品 他认为黄金这个产品纯粹是commodity 可能是普通买一些资质品 忽视了黄金历史货币的意义 作者说了一个complexity theory complexity theory 意思是複杂理论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说一只手标 一只手标的制造很精密 但如果它坏了 中边的师傅是会找到哪一根零件坏了 导致手标坏了 可以弄回它就会让手标走回 但complexity theory是另一种 不是说一件事很精密 而是说一件事非常复杂和混乱 所以如果今天的经济和货币 和市场崩溃的话 其实我们找不到原因是什么 我们找不到哪一件事 导致这个货币和经济崩溃的 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基 直到有一天雪崩出现 下塌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说哪一块雪片 导致这个雪崩出现 其实我们找不到 作者认为今时今日的货币市场 就像complexity theory 就像那个雪崩一样 总有一天会出现崩溃 因为今天的地基是不稳定的 而它是需要一个崩溃的 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大家看看这本书里所说的一张图 其实这个就表示了 美国人口放弃美元的假设临界值 就是说如果有部分人 是不相信今天的美元 它会放弃使用 如果第一行有500人 是决定不用美元的 它会影响了1000人 那你见到如果去到1万人 不用美元就会影响100万人 其实经济崩溃都是这样的 是瞬间发生的 是人传人 好像连锁反应式那样发生的 但是今天为什么货币系统还起来呢 为什么美元还是世界上最霸道的货币呢 就是因为现在未触碰到第一个点 即未触碰到500 可能现在是200、300 那你见到 只要它这个火苗燒得未够大 它未开始接触到临界点 其实那个货币的效应 即崩溃效应不会出现 但是因为越来越多这些事情出现 市场上变得越来越敏感 那你见到第二张图 这张图就表示了 如今那个临界点就由500落到100了 即是如果下一次只要有100个人 是不信美元的 是想abandon美元 就用其他货币交易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它会导致有1000人 就会不用了 而1000人就会触碰到下一个tipping point 就会导致100万人都不用 也都轻易地不断超越下一个下一个阶段 结果就会整个美国都会全部人都不用美金 那这个也是所谓的崩溃的时候连锁效应 我们会发觉在经济崩溃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够用线性的逻辑去看 看经济崩溃的下降趋势 它会突然间突然出现 你想买都卖不及的东西 就会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黄金刚才我所说 它去到1万元到4万元1盎司 其实也不是一个线性的思维 不是说由1500元慢慢升上去 升到23000-24000元 它会一声地出现 它怎样出现呢 就是当货币市场崩溃得越快 这个黄金升到1万至4万元 那个速度就会越快出现 所以大家要理解 你不能够用线性逻辑去想 这个1万至4万元这个概念 作者是一个很赞同金本位的一个人 其实它主张这个世界是回复金本位的制度 它认为今时今日一个法定货币制度 其实会将我们带向毁灭的之路 因为由2008年开始 其实全球已经不断地印钱 由美国带头印起 我们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 都是不断地印钱的 而不断地印钱是纯粹在投资我们的未来 我们所有印出来的钱 提供的流动性是没有任何基础去做基础支持 所以我们的钱最终会越来越不值钱 是慢慢崩溃的 最重要的新闻是说中国开始限制黄金入口中国 这个新闻是什么意思 可能没有留意开黄金的朋友未必会留意 限制黄金入口中国的意思是 中国政府已经不想中国大妈买那么多黄金 希望他们拿回人民币就算了 因为如果国民对人民币或对自己本国的货币 失去信心的话 他们会不断地找钱去买一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黄金当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保值的资产 他们会尽快去买所有黄金 所以中国大陆为了不要影响人民币的权威 就限制黄金进口令中国大陆人的钱 继续留在电子钱包里面 就不要买那么多实物了 现在你看到其实国业国正在做这些行为 有些人反对 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所说的要回复金本位制是很荒谬的 他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论点 而这本书里面是提出一些反驳的意见 有些人说金只不过是一个barbarous relics 意思是一个野蛮的遗迹 尤其是年轻人觉得黄金只不过是历史遗迹的产物 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再用黄金了 其实大家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显示到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断地存在黄金 现在美国持有黄金的数量是最多的 中国现在是一千多吨的黄金 但这本书也说中国持有的黄金 是远远不止一千多吨的 其实应该是接近美国持有的水平 虽然我们好像觉得黄金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但其实国家在不断地收紧 不断地储存这些东西 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家自己想 作者想说一个global rebalancing将会出现 意思是全球势力重新平衡 如果这个法定货币真是毁灭 譬如说美国的霸权出现动摇的危机 或者大家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任的货币 要出现一个global currency reset 即是整个世界的货币要重新设定 那一定会需要用黄金去判断 究竟每一个国家获得多少筹码 有些人也会反驳金本位 就是说黄金的发行是很少的 是不足以支持你今天的经济需要 大家以为经济发展得这么快 我需要印银纸去刺激经济 黄金的产量是有限的 那怎能支持到经济发展呢? 作者说永远不是关于黄金存量的问题 是黄金价钱的问题 今天的黄金价钱是1,500美元1盎司 在这样的价钱的情况下 当然黄金是不能支撑全世界的货币发行 所以黄金绝对需要重新为黄金定价 而如果这个世界是要重回根本位 黄金的价值必须重新定价 至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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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4万美元1盎司 才可以支持整个经济发展 这个概念就是解释到 作者说金会升到一万至四万元 就是因为要重新为黄金定价 大家会觉得很荒谬 从我出生到现在未听过黄金会重新定价 黄金不是应该跟市场上的供需买卖去 去决定价钱吗? 我想跟大家说 历史以来是绝对出现过 国家政权重新为黄金定价的事件 1930年时 美国曾经发布过一个 《没收黄金的法案》 即是他不让所有民众持有黄金的实物 他需要所有民众把实物交出来 因为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危机 他需要取回黄金 于是国民将家妻的假牙黄金 国家收完后就突然将黄金重新定价 因为你取回黄金的时候 国家只是付20.67美元一盎司 只是付钱给国家 但我收完黄金之后 政府将黄金由20.67美元一盎司 重新定价至35美元一盎司 就等于令市民承受到七成的通胀 因为黄金是一个大宗商品的头头 会带领其他大宗商品升价 如果黄金被重新定价 其他商品跟着上升 会出现比较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政府用这个方法剥削了人民的资产 如果你以为黄金不会被重新定价 作者想告诉你 这些事件在历史里是不断发生的 亦有人反驳金本卫 说金本卫不足以支撑GDP的增长 因为全球GDP增长得很快 但黄金的产量每年只得很少 所以如果用黄金做金本卫 这个世界是没办法用一个比较灵活的货币政策 James Wicca反驳 虽然他同意金本卫不是一个最好的系统 但总算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大家看看这个图表里面写着2009年到2014年的数据 你看到GDP每年是2.9%的增长 黄金的确是不能支持GDP的增长 因为它是1.6% 但看Federal Reserve Monetary Base 你看到它的银子如何印法 是每年印22.5%狂印的 所以现在印银子的方法 已经超出GDP的需要 完全是一种濫化的 作者想说的就是 虽然金本卫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但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方法 而其实金本卫也有很多种方法去实行 有部分金本卫制度 有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过 其实作者就说 其实金本卫制度 怎样都比今天大家用主权的方式 信用的方式发行货币在暖化的情况 是更加稳定的 最后一个反驳 就是有些人都不同意去买黄金 因为很多人今天都不肯买黄金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觉得黄金不是一个 是没有利息 作者第一他非常同意 因为黄金是一个money money不应该有利息 等于你将一千元纸 如果放在银币里面 其实它不会有利息 就算你放它在快田里面 种着它 私下肥 淋水 它都不会生多一元 你的钱是不会有利息的 那什么情况下你才会有利息呢 就是你放弃银行的时候 你的钱才有利息 但有很多人 我都不厌其烦说多次了 都会以为放弃银行的钱 就是他自己的钱 但其实放弃银行的钱 只不过是银行欠你钱而已 银行欠你钱比息利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拿你这笔钱 是重新借给人的 就是说如果你收近一厘一年的年利率 其实银行是拿着你的钱 去三厘借出来给人 去分一厘给你而已 所以你放钱到银行 是等于你经营着借贷的业务 我想问你经营借贷的业务 有没有风险呢 当然有风险 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不还钱就有风险 如果人们不还钱给你 银行有没有钱给你 就叫资金链断裂 资金链断裂的话 银行的钱就会没有了 所以作者说 放银行的钱是最蠢的 所以为什么呢 他是觉得钱是不应该有利息的 你买黄金 你store value的工具 是不应该有利息的 所以他很支持 每个人应该最少 买少少黄金在手里面 总结一下 其实作者所说的 1万美元到4万美元1盎司的黄金 好像很天马行空 但其实他提出了一些论据 只要货币系统出现一种连锁反应式 雪崩式崩溃的话 黄金也会像火箭那样飙升上来 会被重新定价 跳出了一个善性逻辑 大家看看今天的世界 其实是很像在行这件事 现在全世界都在行电子制度 还有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低利率的情况 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不会重返 回复以前的利率水平的了 因为美国之前是想加息的 但是加不到的 他说想去杠杆加息 加加下结果又减下来 其实这个全世界都是处于一个 揽发钱的情况 是完全没办法收货的 所以这个电子的系统 我们今天的钱是Digital currency 其实怎样会影响到这个低利率呢? 就是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如果当你货币所有的钱 慢慢都没有现钞了 这个世界只有电子化的话 其实这个国家是可以用负利率的 负利率的意思是说 你放在银行的钱 不但不给利息 你还要收利利息 就是你放在那里 还要收回你的钱 就是说它以手续费的方式收你钱 那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电子钱包的钱 不断贬值 你会做什么呢? 当然你就会希望 尽快买东西 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可能你会马上去买黄金 买一些很贵的 买一只网络放在那里 也比你钱还要不断被人剥削 但到时大家都拿一些 Digital currency 出来买东西的时候 黄金到时还是这样的价值呢? 当全世界在抢黄金 全世界在抢实物的时候 黄金就不是这样的价值了 这也是作者想给我们的一个警示 最后作者的建议就是 不是叫我们今天 去全身买黄金 他就想跟我们说 最少的资产配置里 我们有10%是黄金的实物 记住黄金的实物 不是银行跟你说的 紫黄金、黄金户口 或者是所谓的Fund 或者是金矿股 是黄金的实物 一粒粒买在床底的那种 就叫黄金实物 最少放10% 除了黄金之外 白银或艺术品 Land和House Set 都是你可以去买 去store value的东西 作者希望这本书 去警醒我们 在这个金融世界里 堵到很疯狂的人 是时候复制实物 去保障我们自己 以应对未来经济大崩溃的需要 我们今集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